天津劝夜场 看这滨江道人还是不少的呀 大家好我是小黑 我今天又来到了和平区的滨江道 今天又是32度 所以我决定再来尝一尝天津非常有名的冷饮店 康乐 之前在康乐买过冰棍吃 然后有粉丝给我留言说让我进去尝一尝 莫非这个里边还有什么玄机 今天我准备进去尝一尝 看看里边都有啥玩意儿 看见了康乐 这冰箱道这位置还是不错的 康乐中华老字号 下边窗口挺多的 卖什么都有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康乐冰糕了 上次就是在这买的冰棍 今天咱们进里边尝尝 这好几个窗口 康乐 康乐冰品 品尝中华老字号 这中华老字号的标牌 你好 主要是卖什么 冰淇淋 哪种是特色一点的 你看这边 其实口味比较 这两种卖的比较多 草莉和香草 就一个球一个球的是吧 咱这都是一个球的 就一个草莉的一个香草的 行 还卖啥呀 沙冰奶昔类的 草莓奶昔 咱最特色的就是红豆冰棍都是外面买 对 那咱里边就是卖这些就是冰淇淋和这个玩意儿 哦 那我就来这个吧 行 38一个 在这吃吗 在这吃 你找这桌吧 一会儿把我喊你 好嘞 里边这店面也不算太小了 这好多桌 但是也没啥人 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从外边买了那个冰棍 尤其是那个小豆冰糕 然后就走了 里边就不卖什么冰棍啊 绿大棍什么的了 就是冰淇淋 然后还有热眼 然后还有奶昔 这奶昔我可是有真的没喝了 我记得就以前卖当老友 我还挺爱喝这个的 这冰淇淋是9万元一个球 我们要了两个 这是最传统的香草和巧克力的 上面还撒了点这个巧克力酱 应该是 天津市著名商标 康勒 这天津市著名商标 现在在天津好像卖的也不是那么火了是吧 这在以前的时候 那都是奢侈品 那一般人都吃不起 就是小时候看别人吃 康勒这冷食店 正经应该是一代人 或者是两代人的回忆了吧 他们应该是50年代就建厂了 最有名的就是红豆冰糕好像是 然后之前我尝过了 这次咱们进里边是尝的冰淇淋 他们主要是做冷食的 我觉得冰淇淋应该也很好吃 而且还不贵 9万一个 在冰淇淋这个地儿 这要是改成哈根达斯 那我这就是奢侈了 来口香草的 好吃 真的好吃 它的奶味虽然不是特别的重 但是特别的绵软 就真的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虽然我不是天津人 小时候没吃过康勒 但是小时候咱也吃过冰淇淋 是不是 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 小时候坐那种绿皮的火车 火车上会拿一个大桶 然后卖那种冰淇淋 就是这种味道 特别的绵软 吃到嘴里一点都不凉 看我这一挖 能感觉到这绵软吗 9块钱一个大球 真的是好吃 我感觉现在不是在吃冰淇淋 是在吃我儿时的回忆 尝尝这乔丽的 看看这大球 可跟那些羊的那些 冰淇淋淋不一样 乔丽的也好吃 但是乔丽的稍微点甜 香草那个好吃 香草那个也不甜也不凉 给摄像留点 尝一尝 我尝尝这奶昔 哇 草莓奶昔有要的事 这一杯20 这奶昔的一杯20 我觉得不便宜 杯不大关键 相对于9块钱一个冰淇淋 我觉得这不错 这有点凉了 但是奶昔喝下来特别过瘾 真的是好长 我才没喝过奶昔了 草莓味比较浓 然后那种奶味冰淋味 你喝不着那种冰渣的感觉 也是特别绵软 你尝尝这个 真的是小时候那个味 小时候那个冰糕 还有雪糕那种味 还不太甜 这个更不甜 你尝尝这个 这个凉 这个巧克力的还是偏甜一点 而且你吃到后边 就感觉它稍有点苦 巧克力的苦 香草那好吃 冰淇淋都吃完了 我俩一人一个大球 它这冰淇淋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一点都不比那些 所谓的就是羊的那些 比较火的那些冰淇淋差 喜欢这冰淇淋 那我建议你们 一定要来尝一尝这个康克 而且这几十年的老品牌 能保存到现在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锅货当自祥 这也属于锅货了吧 对不对 大家考虑也野性消费一下 我觉得它这冰淇淋 绝对不比那个红豆的 那个冰棍差 行吧 那咱这期的视频就这样了 喜欢小黑 什么没点关注的 想着点一下关注 奶昔还大半杯 咱拿着的 上冰淇淋再转一转去 拜拜了 下次见